那我講說台灣其實分屍 還有一件非常驚悚 1999年在台中的新社 有一個叫死水柯西 那個很乾淨 突然間很多人在那邊釣魚 釣著釣著 突然間水裡面怎麼看到一顆 好像西瓜的東西在那邊 飄… 再仔細看那哪是西瓜 是什麼東西 有頭髮在長頭髮在那邊飄 可是你知道過沒多久之後 那個時候不是有921大地震嗎 那個日月潭那個光華島 不是崩塌什麼東西 後來他們在重建的過程 很多工人就開著船在那邊 重建在那幹什麼時候 竟然盡量勾一下勾一下 日月潭來 兩顆人頭也在那補一下 你之前有一個人頭 你現在居然又有兩個人頭出現 對 警方就嚇死了 就開始派沉水夫什麼東西 下去撈 後來又撈起來十幾塊 十塊 在驗的時候發現說 這兩個後來打撈起來的 這兩個女生 竟然是第一個女生的女兒 所以這三個都是 他們那個三個死者 是母女關係 那怎麼辦 深層確定 他說這是他失蹤的 這女兒叫潘阿艾 那開始從他的交往對象 開始清查 因為潘阿艾是在台中 一間飯店裡面工作 那時候人家講說 他認識一個在排班計程車司機 而且這個女的 自從跟這個男的交往之後 竟然還幫他買計程車 還讓他去工作 哪知道這個男的 竟然要吃不肚炭 車開每天去打妹妹 竟然又在外面有外遇 所以這個女的後來就想說 我拿錢給你買車 你把錢還我 我們分手 既然又要分手的話 那個男的當然不爽 乾脆趁這個機會 就把他嘴做掉 把這些輕戰 所以就剛開始就拿安眠藥 把潘阿艾迷婚之後 對不對 把他殺死 竟然把屍體泡在家裡面 泡了三天 泡軟之後 竟然還拿大型機具以後 把他屍體這樣切割 切割完 你知道 他多兇慘 內臟跟肉把他破碎用馬桶沖掉 骨骸跟頭顱怎麼辦 就拿到那個新色的 那個死嘴坑溪丟掉 所以你一說丟在溪裡面 就沒任何發現 後來那兩個女兒就講說 我媽媽到底跑去 就這樣很久沒看 他跟他講說去日本玩 去日本玩能夠玩多久 玩了一個多月還沒回來 他想說東窗事發 就用同樣的手法 再把這兩個女兒 騙到家裡面來 也是把他迷婚之後 再把他勒幣分屍 就丟在日月潭 你看 多兇狠 所以他後來警方 找到這個男子叫做吳映宏 對不對 他還否認 否認有犯他這個案件 可是後來警方查到說 他竟然在作案之後 把他的計程車賣掉 還把那個女生潘愛的 帳戶裡面的錢到零利空 所以是你幹了 罪犯缺少 他才承認他犯下這起案件 沒想到這些分屍案件 這麼的恐怖 但最重要一點是兇手的殘忍 可是法律要能夠把這些人 全部判以集刑 這樣子的話才可以阻止 這些人繼續在做這樣的事情 一個小小的台灣當中 有許多的刑事案件在發生 但有些刑事案件 也有一些謎團的存在 而那些謎團 如果你能戳得破 案子馬上就可水落石出 立剛 這個案子是發生在 1995年的苗栗你知道嗎 這是一個很驚恐的 殺人分屍案件 那個時候男子 這個兇手叫賴志弘 他跟那個老婆感情不好 兩個人就常常鬧離婚 後來有一次他們談好說 要怎麼離婚 可是他老婆就開出很柯的條件 他老公就覺得說 你根本就不想跟我離婚 你開這麼柯的條件 誰達得到 所以他有一天就火大 就把他老婆給殺了 那殺了也就算了 他就開始把他老婆 肢解成七大塊 對 七大塊他之後 他怕說磅家發現之後 他用燒的那個熱開水 燙那些屍體你知道嗎 燙了之後還把他的臉 頭 拿去用那個爐火上面烤 那這樣子就過了沒辦法辨認 對 為什麼這個案子會破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他的小兒子 他的兒子就看到說 他們家那一天 為什麼他爸爸一直趕他出去外面 說你不要在家裡出去 他就在外面門口玩的時候 突然間看到他在那邊排水鍋 排出來全部那種鮮紅色的血 所以他就很害怕 怎麼都是那種鮮紅色的血 所以他就趕快跑去跟他舅舅講 他舅舅就趕快去報警 報警之後警方就覺得說 最大的問題 嫌疑人一定就是他先生 這還要考慮 因為那時候兩夫妻正在鬧離婚 對 所以就把他抓來問 他們就用敬驗 就把他抓來問的時候 他當然是石狗否認 他不承認說他有殺他太大 警方就用一個方法 就把他的眼睛用毛巾蒙起來 蒙起來沒多久 你知道那個男的竟然就大哭大叫 而且臉色蒼白 後來他就講說 原來他殺了他老婆之後 他老婆天天晚上 他這樣一睡著眼睛一閉起來之後 就看到他老婆全身嗜血 來跟他要脫眠 要跟他守命這樣 所以他嚇死 當那個警方把他眼睛蒙起來之後 他老婆的影像又出來了 所以眼睛一蒙起來 那個影像就呈現在自己的腦海中 所以他就乾脆就認了 可是你知道這個案子從頭到尾 就是沒有辦法去找到 那個被害人的那個手臂 他的右手臂一直都找不到 他的家人怎麼辦 要錄鏈 那也要保全屍 所以他媽媽竟然是用木頭 去做了一個假手臂 讓他一起入葬這樣 好 那入葬那沒事對不對 經過了幾年之後 這個棄屍的地點 竟然開始發生一些靈異事件 剛開始就有很多司機 包括苗栗有一個駐地記者 他就碰到一個女孩子 半夜三更的在那邊 不知道在找什麼東西 人家就很好心的過去問說 你在找什麼 他就跟他說 少年不好意思 我在找我的手 因為他的手找不到 最有名的還是有一個女的 在操商工作 打工 他有一天晚上回去 騎著摩托就回家 經過那個地方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女生 還是在那邊找東西 他走過去問他說 他又好心去問了 對 你要找什麼 哪知道那個女的一轉過頭來 跟他講說我在找我的手 可是他你知道那個臉 整個臉都是這樣流血 而且那個皮肉都已經燒焦這樣 那多恐怖 那個女的嚇死 趕快騎著摩托回家之後 就生了一場大病 病得要一個月才好 好 那後來2007年 又發生了一堆年輕男女 他們在那裡夜遊 騎摩托的夜遊 難不成也跑到這個地方 對 就在附近這個地方夜遊 那一對男女就騎過去 突然間到了這個空屋旁邊 氣死旁邊博砍那個空屋 這個男的竟然就停下車來 就好像一點繩子不清 就一直往那個空屋裡面走 他到底是怎樣 一堆朋友趕快把他拉回去 說你到底怎麼回事 你在幹嘛 回到飯店休息之後 隔天早上一大早 那個男的又不見了 他們又趕快去現場找 原來他又在這個地方 怎麼會又這樣跑進去了 後來人家問他說 他才說是因為有一回女的 一直叫著他說 你幫我找我的手 被我的手在找不到 所以他就好像被瘫去 趕快被那個附身 牽過去一下 所以那個後來人家才知道 原來 因為那個女的當初不是 他媽媽做了一個假手被 讓他錄鏈嗎 是 就錄鏈之後 可是幾年之後 他們要撿骨的時候發現說 結果呢 那個手被木頭做的 已經打算爛掉了 所以那個手被爛掉不見了 所以那個女的 又開始出來找手被 女兒提著一袋濕袋 向警方報案 沒想到一打開 見到的卻是媽媽的頭顱 而兇手卻是自己的爸爸 這樣的人倫悲劇 也曾發生在苗栗地區 當時一輛垃圾車內 發現了一個無頭女屍 不僅少了頭顱 連雙手雙腿都不見了 身份是誰呢 檢警一時查不出來 正當案情限度焦灼時 刑事組長無意間 講了出一個苦字 有人測試說 20天內會破案 那就這麼巧的 20天破案 而這起分析案的背後 是一個悲慘的心情故事 兩名拾荒者到頭份交流道旁的垃圾紙車撿垃圾 我手去摸的時候 就感覺軟軟的 好像摸到什麼排骨一樣 然後就因為不會臭啊 很好奇把它打開來看 一看就看到了 結果等於一招是你那個屍體 我到現場他們兩個還發抖 顏色蒼白 除了軀幹之外 沒有頭 沒有手 沒有腳 四肢就從這邊就切斷了 然後大腿 頭這樣 就剩下一個軀幹 裝死者身去的旅行在上頭 也沒有踩到任何指紋 苗栗無頭女師命案 進度停擺沒有線索 昨天我要出門前 也是請這個死者跟著我走 跟陳皇爺去申冤 請陳皇爺幫忙 正當案情陷入膠著 警局裡又碰上電視機突然故障 是否死者有冤未生 苗栗頭分分局專案小組 過年期間全員停休辦案 破案壓力大 記者每天到警察局了解進度 聊天當中起哄說要幫警方測字 我們組長就測什麼字 我現在除了苦字 沒有任何字可以形容 我現在心中的那種壓力 結果有一個媒體就開玩笑說 苦 那20天會破案 為什麼20天會破案說 你看苦吵字頭嘛 你下一個口嘛 20天會有人開口笑 這是命案發生 第13天的小插曲 不料真的在第19天時 突然有了一條關鍵線索 原來這一切 從旅行帶的追查中 出現了重大突破 那我們發現那個旅行帶是新的 它連那個 Mark上面那個膠膜 都還沒有撕掉 那顯現這個是新的 這個旅行帶 它只有在大賣場販賣 一般的零售商店或是這些 皮式店是沒有賣的 所以這範圍就縮小了 台中到基隆幾個縣市的大賣場 一筆一筆交易資料清查 發現就在屍體被發現的前幾個小時 只有桃園一家大賣場 賣出了這個旅行帶 他買的東西太奇怪了 譬如說他除了買這個旅行帶之外 他還能買了現場有裝飾袋的 那種大型的垃圾袋 然後美工刀 清潔劑 手套 公布賣場的監視器畫面 馬上就有三個人打電話來 指認是租屋在桃園的39歲王姓男子 警方在桃園是一個路口 逮到精神恍惚的他 第一時間就坦承人是他殺的 而且這麼巧 這一天正好是命案發生頂20天 警方此時也才知道 死者是王姓凶賢的太太 專案小組在凶賢車上 找到夫妻兩人的結婚證書 還有妻子的大頭照 以及年輕時的照片 兩人相擁在一起很甜蜜 16年的夫妻情分 怎麼會走到這個地步呢 原來王姓凶賢高中畢業後 苦學電腦 開了電腦維修工作室 他和妻子相識時 兩人都很年輕 當年鳳子成婚 結婚後才發現妻子有憂鬱症 原本教妻子電腦 想要讓他有一個轉移的目標 沒想到卻從此沉迷上網 據他所說 被害人就是平時就 連家事都不錯這樣子 所以他難免夫妻之間 在這個部分就常常發生口交 兩人因此兩度離婚 又三度結婚 凶賢後來為了一雙女兒 才忍了下來 安發那一天 女兒們都先回新竹的爺爺家 等待過年 沒想到他和妻子又吵了起來 就是跟他說 你每天玩電腦 你媽就是要去行政 然後還要請人家照顧 你媽你為什麼都把他接來 然後還會說 我家事管你沒事 我說很特別 我說不像你就是不像你 這樣子看這樣 然後這樣接著 然後這樣子 然後你把刀 你把刀這樣子刺這樣 我刀奪走 然後就這樣 然後你推著他 然後這樣子 我刺了兩刀 來三刀我忘記 那就從下午兩點多 一直陪伴十幾個小時候 然後一直思索說 接下來怎麼辦 後來可能是考量到 兩個孩子還小 需要人家 需要他照顧 從腳開始之前 是 然後再手 因為腳是靠近外面 所以就形成外面 手嘛 雙手 雙腳 頭嘛 身體六塊 分準六大袋 就放在這上面 這塊這個 這個就這樣 這個就放在哪兒 那時候那個時候是很煩的 隨後騙兩個女兒 媽媽去照顧生病的外婆 接著搬回新竹父親家居住 每天照常接送女兒上下課 直到被警方逮捕 對於殺害妻子會恨不已 這句話陪她放 給她講 對情緒 醫生法官認為 兇嫌因為長期壓力 最後也罹患重度憂鬱症 加上被妻子家暴 所以判處十二年有期徒刑 兩個女兒在爺爺照顧下長大 但女兒今年即將大學畢業 對於殺害媽媽的爸爸 早就已經選擇原諒 開庭的時候他有當庭跟法官要求 我可不可以抱抱我爸爸 這個目浪在場旁聽的記者 我可不可以抱我爸爸一下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只要有一點車隱之心的 看到那一幕就整個人覺得 這個父親確實在孩子的心目中 不是個 也是個非常非常好的爸爸 他們的教育 陪伴他們成長 他都是在旁邊的 這是一齣家庭悲劇 女兒只想淡忘一切 等爸爸出獄後 一家人重新開始 這幾年 最令人聖經的一案 是發生在新竹縣新埔山區 一個媳婦拿刀殺了公公 傷痕長達20公分 連臟氣都外露 而當天24歲的兇嫌 本來是要跟死者的兒子 到戶政事務所去登記結婚 大喜之日怎麼會殺的人 警方一步步往下追 才發現幕後的驚人秘密 而到最後 甚至連檢察官都替兇手求情 這幾年到底隱藏了 什麼樣悲慘的故事 渾身是血的傷患 被送進救護車內 救護人員賣力的實施CPR 但他心口的傷實在太深了 早就因為失血過多 沒了意識 心臟這個部位 很明顯的一個刀 整個都裂開來這樣子 上期都看得到 直接跟我們講說 就是媳婦殺公公 傷者送醫前就宣告死亡 什麼深仇大恨 這媳婦要把公公一刀斃命 殺了人之後 他人又跑去哪兒 死者的兒子口述了 他是說看到有血滲出來 發覺有點不對勁 而且他還聽到一聲 啊 聽到爸爸在房間裡慘叫一聲 在客廳的兒子敲了房門 沒而回 奇怪的是門居然被鎖住了 就在家人想不透的時候 門縫滲出濃濃的鮮血 這裡不然我這裡 想要撞到那裡 說就愛用上洞才行 就怕出了人命 死者蔡信男子的兒子 趕緊跑向住在樓上的 沈婆求救 人命關天 沈婆連鞋子都來不及穿 衝下去救人 他也是看我們 我們對客廳來的家庭 他沒做的 因為很老實 地上都是一些血跡 靠近門的那裡有血跡 遠景到房間查看之後 看到兇嫌 就是那個 就已經在一個角落 角落那邊 畏縮在那邊 他兩眼呆滯 坐在房間角落的 是24歲的真姓女子 倒在前面的是他52歲的公公 胸口這一刀 連內臟都可以直接看到 殺了人 他就這樣直愣愣地 坐在一旁十多分鐘 看著公公血流乾 直到救護人員 破窗進入 我們這麼狠心這樣殺公公 我們第一個直覺是這樣子 新竹縣新埔鎮 寧靜的山區 四周都是水梨果園 原本人煙就稀少 根本沒什麼案件 沒想到這回卻發生 如此害人的雄殺案 除了痛恨之外 不就不會下這麼重的毒手 是什麼樣的恨 得殺人才能了結 可是當警方回到現場 鄰居的說法讓人摸不著頭緒 沒有 感情都很好的 奇怪 也都沒有發生過真實 沒有 沒有 早上也沒有 通通好高興 鄰居說 死者和媳婦他們一家人 這天早上還準備去護鎮事務所 幫兇嫌和兒子登記結婚 大家都高高興興的 那到底是為了什麼 是偶發的口角 一時情緒太激動嗎 圓景把曾姓女子和他的老公 也就是死者的兒子 帶回派出所 打算好好問個清楚 這兩人是像即將登記結婚的人嗎 就當警方察覺這對夫妻怪怪的時候 曾姓女子突然全身貪軟 然後後來她又說身體不適 身體不適的時候 我們又把她送醫院 她的家人是跟我們講說 她有喝那個保溫品 那個叫做一個農藥 叫做萬靈粉 就是這個灰色保溫瓶 裝滿了可以殺死 各種蟲害的萬靈水 這媳婦根本是早就預謀好 要預食聚焚 只是動機呢 我們就問她說 你為什麼要殺你公公 然後她就跟我們講說 她跟我講說 那個不是她公公 然後那是她的枕邊人 圓景沒想到 曾姓女子清醒後的第一句話 居然讓這起殺人案件大翻盤 公公是枕邊人 這根本聞所未聞 難不成是不倫戀被發現 要殉情嗎 圓景看了看 在一旁守著女兒的媽媽 兇賢的媽媽跟這個死者 是在一起 但是也沒有辦理登記 也沒有結婚 她媽媽就帶著她 還有她兩個哥哥 可能也是需要找一個 經濟這樣的一個資助 她媽媽本身是做證券 那跟這個死者的認識 也是因為股票客戶的關係 原來十年前 媽媽離了婚 和當時還是客戶的 蔡姓死者在一起 就帶著女兒和兩個兒子 到新浦鎮這個農村家庭 和對方住在同個屋簷下 以種植水梨為生 但就在曾姓女子15歲 國中二年級那一年 整個情況就不對了 她跟她的繼父發生了關係 然後這個關係呢 每隔兩三天就一次 萌萌懂懂的年紀 和這個對外宣稱 繼父的蔡姓男子 展開了相差28歲的不倫戀 可是隨著曾姓女子的 年紀漸漸 她知道這是不對的 那她在她20歲的時候 她想要結束這樣的關係 她繼父當然就不願意 她就威脅說 你如果不繼續這樣做的話呢 那你的一些生活費啊 什麼都等你們生活費 我就要跟你媽媽要 繼父原本就很兇 不僅不願意停止不倫戀 又揚言要找黑道 對生父和哥哥們不利 女子好害怕 或許能找朋友幫忙 可是她從高中畢業後 就被這個整編人困在家裡 不准升學 不准工作 更把之前打工存錢 買的手機給沒收了 曾姓女子的世界 就只有這個小小的家 她其實她很痛苦 所以她自殺過 前面已經自殺了兩次 她是真的很有決心 她喝了農藥騎摩托車 最後可能她是說 整個昏迷意識 然後撞車 發生很嚴重撞車 然後之後差一點 也救不回來 好幾次想尋死都不成 這個時候 她發現月經遲了好幾個月 一眼才知道 自己已經懷上了 繼父的孩子 那年她才20歲 她爸爸就跟她講說 這個是她做四管音樂 然後她也相信了 所以她為什麼 她就是說他們要結婚 讓外面的人知道說 這是她跟我 我兒子生的小孩這樣子 辦喜宴 但是也不是說辦得 很隆重這樣子 有請客 但是沒有去登記 那珍惜女子的媽媽呢 自己的戀人跟女兒 發生不倫戀 還懷上孩子 難道一點反應都沒有嗎 她就跟她講說 我們兩個是相愛的 如果你不成全我們的話 你看她上次她已經自殺了 她其實一直在操弄 這種兩面手法 就這樣母女不溝通 反而被蔡幸死者 挑撥得更加疏離 和媽媽共事異夫的 不正常關係 就這樣日復一日 生下的孩子嗷嗷待步 珍惜女子經過公公的許可 才出得了門 去離家不遠的工廠工作 正值青春年華的她 和年紀相同的 餘姓男同事情投意合 進而交往 但長期和她發生關係的 繼父哪裡肯 竊得把女兒的情人 找來家裡談談 珍惜女子有跟我們說 她也有交往過一個月 然後這個事情被死者發現 約到家裡面 他們就在那邊發生了 肢體衝突 逼她簽本票 簽了三張的一個借據 每一張可能有兩百萬這樣子 大概簽 加起來可能有六百萬 簽了本票 還逼曾幸女子寫下悔過書 但蔡幸男子看看眼前這個人 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年紀懵懂 很好嚇唬的小女孩了 這個蔡幸死者發現 曾幸女子在外頭交了男朋友 她想了一個綁住對方 一輩子的計畫 她事發當天就帶著自己的兒子 和女方到護鎮事務所登記結婚 有了法律保證 誰敢來和我的媳婦交往 就準備吃官司 蔡幸男子心裡的算盤打得很驚 2015年6月3號 那天風和日曆 農民歷上寫著這天早上 是適合嫁娶的日子 她已經幫整邊人和兒子 選好就是今天去登記 他們都在一起客廳 這邊有說有笑 鹹化家常很正常很正常 但是突然死者就說頭暈嘛 原本就是大家一票人 就準備說準備要出門了 那就是蔡先生剛好身體不舒服 時機來了 曾希女子心裡閃過一個念頭 是該了結這十年來 亂七八糟的痛苦關係 又剛好這時候 三歲的兒子突然哭了起來 他較即將成為他合法的 老公和媽媽 把小孩抱回房間 他就把他們支開之後 他就到廚房去 廚房去把水果拿了 他就去拿那個萬鈴傘 他打算同歸於盡 他有講到他從好幾年前 就已經被他 而且不止一次 就是長期下來 一直都是被他欺負 那他也忍不住 從十五歲開始 身體就被眼前這個男人蹂躏 十年來生命飽受威脅 就在曾希女子關起門來的 這一剎那 他使盡全力 狠狠地瞄準繼父 也是公公 整邊人的心臟刺了下去 很平穩 也沒有說很激動這樣子 就是很平穩 好像卸下了一個很大的彈子一樣 就是很單純很清純這樣子 就是一個鄰家女孩這樣子 他人長得滿清秀的 身材算滿高挑的 可以說應該是正值青春年華時期 警方回想起兩年前 這個才二十四歲的女孩 都忍不住嘆息 花樣年華的年紀 應該在學校唸書 在職場拼搏 有正常的男女關係才對 這起媳婦殺公公的案件 檢察官在起訴書上 以沒有玻璃鞋的灰姑娘 形容殺了人的曾希女子 向法官求情 不要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 地院一審依殺人罪 侵判兩年六個月 全案還未定驗 只是曾希女子的遭遇 卻比灰姑娘更悲哀 活在殘酷現實中的她 根本期待不到童話中的玻璃鞋 身上永遠繞著的 是蔡姓男子長期造成的恐懼 和鮮血淋淋的殺人罪前科 春天鳥語花香 到了情人谷去約會 多棒的一件事情 可是在這個地方 是許許多多的男女約會的陣地 但說到這邊 你有沒有注意到 情人谷後來有一天 沒人敢去了 為什麼沒有人敢去 因為那個地方發生了 兩起恐怖的命案 兩名女性在那裡被殺害 而且她們身上沒有任何的醫務 是誰所為 那個地方已經變成所有女性 聽到的一個禁地 大家都感到害怕 但是警方的調查查到最後 突然發現到一件事情 幫兇不只一人 幫兇不只一人 旁邊有壞人 古色古香情人谷 在兩起女裸實命案後 成了當地最恐怖的死亡谷 經過53年的時間 當地文史學家尤寶釵 依舊忘不了當年的恐懼 民國56年蔣經國還是 國防部長的戒嚴年代 住在台北縣新店職壇的 黃姓少女 清秀的19歲姑娘 文靖乖巧 每天的生活就是出門上班 下了班就照顧救病的母親 但有一天 她沒有回家了 那會不會是因為 媽媽臥病在床 那平常又要這樣翻山越嶺 很辛苦 是不是跟朋友去哪邊善息一下 一天 兩天 三天過去了 寶貝女兒始終沒有回來 這下子家人慌了 趕緊報警 幾天後 全身赤裸的黃姓少女 被發現丟在深山的這處角落 有人發現說在這邊 有一棵香樹 香絲樹的下面 這邊以前 這棵香絲樹可能就爛掉了 已經壞那麼久了 而且當時又大一棵 就在那個下面發現到 那時候整個已經面目難辨了 而且那天又剛好就是下雨 所以個人看不太清楚 但是畢竟還是找到 就要從一些微物激症去 去看有沒有什麼蛛絲馬跡 性情命案在淳湖山區 投下了恐慌的種子 發芽的恐懼氛圍讓女學生 上下學沒有人陪 還真不敢走 男生 背著書包穿著制服 他們如果走到這裡 我這邊就慢慢走 如果他彎到這裡的話 我一直跑跑跑到看到他們 這樣子 跟著後面走 我也還是沒有安全感 不過警方有信心破案 首先城市的地點 並非是死者回家的路 推斷有熟人引入 兇手就應該是村子裡的人 警察登門拜訪 村民三間七口 原來村子裡的人大多都有親戚關係 沒有人希望兇手是自家人 甚至當地的有利人士還建議警方 把矛頭指向村外人 結果還真的改了方向 從外地人臨時犯案來查 據算在民國50年代這附近 有相當多的特種行業 而警方也在這裡問到了一個重要的線索 他們從一名特種行業小姐口中得知 有一名叫黑人的恩客時常來這裡消費 而他身材精壯矮小之外 最大的特點是他嘴裡箱子三顆金牙 除此之外每一次他消費完畢 都會送給小姐一個女用錢包 而這些錢包都是用過的 還真的有了可疑的對象 綽號黑人的男子姓劉 30歲高雄人 本身就是一名通緝犯 竊盜 搶奪 性情未遂 前科一大串 鎖定目標在女孩遇害後半個月 在新店鎮頂層的竹林草堆中 帶到了他 結果在這個黑人 他的身上也找到了幾根的陰毛 然後他身上還隨時帶你把刀 因為他逃亡 那個刀看起來又跟殺害 黃玉寬的刀痕若何伏結 警方就把他引送法辦 然後就認為是破案的 當地村民大舉慶祝不僅抓到了兇手 更因為兇手並非自家人 但這個結果卻被檢察官重重打臉 連不在場證明也沒辦法能夠吻合 甚至很多的體液 甚至後來的那個毛髮 再去做兩個單位的辨識 都沒有辦法完全佐證他就是嫌犯 這麼大的瑕疵擺在眼前 五個月後讓村民笑不出來的 是兇手又犯了第二起性情命運 那如果那個時候 新店分局警方大力的宣導說 現在人還沒找到 到新店山區的民眾還是得小心 就不會有後續的事情發生 遇害的女子是景美女中的學生 參加萬人駐壽蔣總統自強活動 結束時他獨自返家 半路停下腳步 愜意的看起書來 怎麼辦 已經暗了 那就問一個人說 我要往新店來怎麼走 他說你就從這邊走 過了渡船 就可以往新店去 好心人的指點 女學生順利上船 但沒想到當黑暗籠罩山谷 人卻失蹤了 家人趕快報案 換來的是四天後 新店第五公墓躺著 一具赤裸的灰白實體 這兩起案件手法怎麼這麼像 同樣都是性侵 身上的衣物都被扒光 但是身上的財物卻沒有被拿走 沒多久 圖潭渡渡船口王姓船公 就提供了一條重要線座 在當時這邊有一個渡船口 叫做圖潭渡船口 是給這邊的村民搭船渡過去的 而當時董民方 就是在這個地方搭上船的 當時董民方就像這樣子 坐在船上面準備要回家 但是在船上 除了他與船夫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人 警方循著線索 找到了林姓男子 31歲的他頂著一頭長髮 更巧的是 他就是第一位死者 黃姓少女的舊夫 他一直問這一個用懲罰的 他也用心頭很痛 他不會覺得說他有做錯事情 打死不承認 加上沒有直接證據 但是找到他的老婆 無意間說出了這句話 他想說對啊 那天咱們會自己洗衣服 洗的就是犯案的協議 警方又在附近找到了關鍵證物 把那隻刀丟到那一個笨坑裡面 結果警方有去搜查是真的有這個胸包 林姓男子雙膝下跪 坦承犯下董姓女學生的命案 但他不承認黃姓子女 是他性情殺害的 最終法官若垂 死心定業 輔法鳴槍當日 郵寶財搭車外出時 恰巧撞見了 用一個金包著就包著 旁邊有一個人 我們村莊人大部分都是會認識 那個就是那個 今天要穿衣服 摸一個紅包要求死 整起事件可以感受到 當年在科學不進步的年代 警方辦案的限制與救息 最重要大概占了80%以上 都是靠訪查 那刑警要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也是要去訪查 這樣他八成這麼重要的一個線索 遇到的卻是大家那種 不要啦 不要問啦 不要 我不知道啦 這樣子的情緒 所以是要真的很難去突破 緊密互動的人情 單純樸實的民風 加上知識未開的人云亦云 無意助長了兇手 僥倖的心靈大膽在犯案 更有傳聞當時大批警力 進駐直攤國小氣凶 村民會生會癮 兩條人命帶有凶煞之氣 希望事後可以在學校裡 蓋一尊土地公來鎮上 但學校裡面怎麼可能立神 於是校方想了一個法子 那是土地公還是公主 對他說正厲害也不是 反正他們說他像誰 我說沒有 就像雕的那一個人 土地公造型的孔子 成了全台唯一的獨特景象 在哀妻的旋律中 如同這首流傳半世紀的命案老歌 見證兩名少女 來不及揮雜青春就逝去的悲劇 我跑得最 最多的應該 目前刀數最多的啦 那個淡水的那個情沙 其實這也沒什麼好比的啦 因為這個男生喔 他家裡面有錢 爸爸媽媽是開建設公司 小開 好驚 溺愛 什麼東西都拿得到 全部都是這樣 就因為他覺得 什麼東西都得得到 這個女生喔 他愛他 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原因你知道 就只是聯誼 認識一次 他覺得這是我母朋友 自己覺得 他們已經在一起了 我要的東西那我要不到的 我爸媽從小二十幾歲了 所以我要的東西一定都有 哪有女人 女生我要不到 所以他是我的 認定就是他 女生不要跟他交往 那不要交往 女生就躲著他 所有情殺故事都來了 他就開一台白色賓士 先把他撞昏 他把他撞昏以後 我把他放到後車廂 先砍他一次 再到草叢裡面 一發現他怎麼沒有死 再補他七十幾刀 後來湊一湊總共176刀 砍兩次啊 這個有跟社會有一點關係啦 就從小孩 從過頭的 有錢 感覺我有錢了 反正我可以胡作非為 但問題他後來有被判刑 他到現在還沒有伏法 為什麼你知道 從頭到尾他爸媽就是說 我們用個招數 給錢 因為比較有錢嘛 和解換假釋換無情 後來我跟你講老天真的有眼 後來破局是為什麼 因為他去勉揮嘛 他直接跟他媽媽在那邊講 他說 我會這樣喔 錢喔 假假假 男生跟他媽媽講假裝假假假假假 你救完兒子 我們再跟他不要假 那本來要得逞囉 是那個 面飛不是有那個監視器 跟那個錄音檔 他不曉得有這個 後來那個是監獄 把那個東西公布給我們記者 公布給上頭 才知道原來他是這種人 這女生死到不甘願什麼你知道 後來我露那一條新聞 因為那個車子 後來就放到那個脫吊場 靈異事件 那個車子放到脫吊場 那要顧嘛 因為沒有伏法 沒有結案 你還是要顧啊 結果後來我的友台 就爆了那個獨家畫面 我看到之後我真的是怕到 那個脫吊場的監視器 拍到夏天喔 那個遭到 砰 跳起來 再蓋下去 然後再蓋下去 我看到的時候我不是 因為我被露新聞 因為被露新聞很討厭嘛 可是因為我有討厭 我那看到那個畫面我就想說 黃信的那個女孩子 也是台大畢業的 台大高財神 碩士畢業 我們今天好像有點針對台大大了 沒有...不是針對 但是呢 因為 碰巧啦 碰巧 不好意思 因為她是台大畢業 所以變成一個很高的新聞性 對 不管被害人或兇手 其實現在就是變成一個畫 把小孩養到面台大 真的很不容易 結果呢 她又是碩士畢業 然後呢 在外商公司服務 結果呢 突然幾天就沒有上班 然後也就不見了 因為她平常跟家人 他們家人的凝聚力還算蠻強的 所以呢 偶爾都會聯絡啊等等 男生是做什麼的 男生呢 他健身教練 健身教練 肌肉對不對 所以呢 他們男生 而且男生也是 也是這個到國外留學 留美 都家事都好 對 家事都算不錯的 後來發現男生有肇育症 他的哥哥報案 報案說可能是他的男友 就他男友可能把他 軟禁了 然後怎麼樣 怎麼可能一個好好的女生 怎麼突然沒去上班 怎麼突然沒去上班 就覺得奇怪 所以呢 他說可能有被瑕疵 或是因為感情的因素等等 被軟禁了 家裡還是很敏感度 警方說剛開始也認為說 這只是一個單純的失蹤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呢 警方是說 以那個單純的那個失蹤人口 先來找 協尋 但是呢 他就覺得不對勁 知道了吧 那警察 因為警察也沒有辦法 我不能說直接就衝到你家去 直接就掉你的什麼通臉等等 因為要有一定相當的一些證據 證據呢 然後呢 比較明確我才可以進行下一個動作 後來呢 他耐不住了 在26號的時候 他就上了 他就把這些訊息啊 他說請各位網友幫我找找我的 我的妹妹這樣子 結果這個文 爆料公車一出去以後 那個朱姓的男友也看到了 因為呢 朱姓男友在那一段時間 他也失蹤了 因為呢 對 他也不見了 他會害怕 對 他也不見了 因為他在當教練嘛 來陣子他也沒上班 他也不見了 不見以後他看到這個網路了 他說 他就上網去回應了 他說不是你 不是我纏著你妹妹 是你妹妹纏著我啊 對不對 你妹妹背叛我 你妹妹欺騙我啊等等 然後他把他們那個 就是手機聯絡的那個呢 上面一些訊息 其實這些訊息我在想 是他自己製造上去 因為他把你的殺了以後 哪裡的手機我拿到 我就製造一些 我們來往的那些訊息 因為他上去的時候 他回應喔 他回應他說上面了 結果後來有眼尖的網友發現 你把那個模式設定 根本你就接不到任何的訊息 他說你這個有鬼啊 對耶 他說那個飛行模式 根本接不到訊息 怎麼有這種訊息來往 怎麼有這種訊息 這個訊息都是你搞的 請把妹妹交出來 後來呢 這個訊息出來以後 那警察也知道了 因為新聞後來慢慢新聞就 就注意到了 注意到以後呢 後來警察就開始積極的 在這個過程之中當然也有去 兩度的到他家 去敲門 可是就是沒有人回應了 其實有人在裡面 他也不回應了 你能怎麼辦 你不能說直接衝進去拿著搜索票 警察辦案有時候需要有證據 需要有確鑿的這個東西才能辦 後來就很為難的感覺 對 是啊 後來這個案子呢 後來就開始積極的去掉錄影袋 結果有看到嗎 結果呢 在掉的時候赫然發現 20號呢 下午4點 20號下午4點 他們進入他們呢 在板橋國光路的一個 他們住的地方 一起進去 一起進去 可是女孩子沒有出來 從此就沒有出來了 20號下午4點就進去了 結果呢 發現呢 22號凌晨1點 男的提了七大袋的東西 七大袋喔 分了幾次這樣子 七大袋分了幾次以後走 當時不知道放在哪裡 後來才發現他把它埋在哪裡 埋在他們就是那個公寓 知道吧 出去外面 剛好有那個花圃 他那個底下呢 哇... 就挖著那個 就把七袋的東西 就放在那個花圃的地方 那跟他父母有什麼關係 因為殺了人之後呢 他家裡就要整理 現在問題是 他父母親知不知道 他兒子在那個房間裡面 殺了那個黃女 問題在這裡 所以有看到他父母在 對 因為有錄影帶嘛 因為那個 那個東西都有錄影帶嘛 對 有他在收拾東西 然後呢 拖一些垃圾出去 結果父母親他講 警察當然也有問他 父母親他講說 垃圾我就丟到那個垃圾車 垃圾攤子就找不到了 垃圾車 那垃圾裡面 說不定還有其他的血液啊 還有等等這些 他找到的事塊 那血液可能 那血液這些沒找到啊 對不對 然後呢 現場清理的一些東西 所以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可能還有什麼塑膠膜啊什麼的 那個東西都是證據 最大的問題是 父母親知不知情 這個豬男 他做了這個案子 因為這個也是 變成有一點 因為他幫助清理嘛等等 當然就法律 可不可能是一個幫助犯啊等等 但是呢 最遺憾的是 這個案子呢 那在28號清晨的時候 就有人發現了 在新莊長青路呢 一個新莊的舊的衛生所的地方 發現有一個人掉在那個地方 後來發現掉的人 那個兇手 後來兇手呢 用刀軍繩 自己把他 等於是掉了就死在那個地方 所以呢 這個案子到最後 他也知道逃不過了 但不懂的就是你已經 已經找到那個屍塊了 對 他怎麼沒有被羈押 他還有時間讓他去 沒有 他就跑了 因為他跑過來他就離家了 所以這個案子變成是說一個 算是一個悲劇啦